那時候的壓力有有把你逼到哭嗎 有啊 每天都哭啊 每天哭 幾乎 比方說被約團玩 因為很緊張嘛 我們 像我們棒球員 我覺得棒球員不能用一般人來看待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封閉的小團體 像我們小時候不用開招會 不用升旗 不用跟其他人互動 不用參加學校的活動 我們只要專心打棒球就好 我們只要把球打好就好 我們就是最好 所以這些學生的生活 幾乎是沒有參與到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很封閉的團體 很封閉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會有機會學習 怎麼樣跟這個社會互動 這個社會是什麼 我們其實不是很清楚 這個發展是怎樣 我們不清楚 所以當我們碰到 下回蘇的時候 我們會招架不住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想像說 這些社會是為什麼會發生 在我們這些身上 因為幾乎你稱為職業球員都是從小打到大 幾乎都是基本上都是最厲害的選手 對 那這些最厲害選手都是從小就是為國爭光的小英雄 對 那我前面有講到大英雄 王光熙 大英雄也是結束了 也是因為假球 所以他就是我們最好的寫照 對 所以還好有學長的他們過去的指導 跟這些前車之間 如果沒有的話 我沒有辦法想像 那你被約談了幾次 調查局 檢調 地檢署就一直跑跑到我記得跑到二零一一五 還是一四都還在跑 就是要接受這些傳單去應訊嘛 因為那個約談的名單 如果有周思琦的時候 那個媒體就會寫 你知道嗎 對啊 寫了很多人就覺得 哇 周思琦也有涉案嗎 當時像那時候前幾年發生的時候 幾乎那個報紙登出來 我就很像是犯人 所以我那時候我媽打電話給我說 你真的丟了我們周家的臉 因為他的教育水平其實沒有很高 所以他是看圖說故事 那個畫面就是 我在地檢署的門口 跟調查局門口出入嘛 旁邊有調查員 看起來就很像犯罪犯罪人 社會也不能理解 然後眾多輿論 而且我們這支球隊出身的球員 即使你沒有球打了 你回歸到社會 也沒有人相信你 因為他是一個社會包袱 所以你要再怎麼解釋說 請你們相信我 沒有人相信你 所以那些後來有這個牽涉 到打假球的人 後來被判刑之後 他們的生活怎麼樣 你們還有聯繫嗎 幾乎沒有了 沒有了 對 但是會 因為臺灣很小嘛 然後他們也都在這個圈子的角落 去生活 會碰到 也會聽到 基本上都是改名字啦 或者是就是過得沒有很好的 改名的喔 改名 做什麼工作 不知道 都有 苦力啊 或者是比較好 就當那種地方教練 教練 對 可是你當教練又不能掛牌 就是黑教練 黑牌教練 因為他有前科了 對對對 他也有有有那些資料 所以他在球界是被被放逐到邊疆去的 所以曹錦輝是那麼 那麼當時是那麼的不可一世 對 他的簽約金兩百多萬美金 然後老實講 他的求職現在沒有話講 對 那後來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會覺得很惋惜嗎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然後我一直覺得 他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大股祥品 如果當時他有人保護他 這個社會有人用大股祥品的機制 去保護他 那個沒有辦法想像 他的長久就不一樣了 今天我們穿的球衣 可能就是曹錦輝的球衣 因為他就是球界獨角獸 他就是當年的大股祥品 因為他的天分非常非常高 可是因為這個環境 打造出的產物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怪他嘛 我覺得也不能完全要怪他 了解 因為他就是時代的產物 他的他的狀況 他的現象就是臺灣的投射 那時候的投射是這樣子 那你又要我們球員 在這麼封閉的環境 沒有接過訓練的 社會上面的訓練跟磨練 還要靠這個我們自己 努力打拚成像大股祥品 對 這件事情也太嚴格了 叫一個球員要去抵抗 那個黑道的勢力 然後這個出了事以後 好像就被拋棄了 對 那個太殘酷了 對他 他這個現象來講 我會 因為我們是一起長大 我這個情緒其實很矛盾 他那時候國三的時候已經選到國手 高院說要他跟我另外一同學 我們那時候三個很好 然後我就說不要我 然後那個錦輝跟另外一同學就說 如果詩琦沒有去的話 我們也不要去了 然後我才這樣搭順風車去高院 真的真的 真的是這件事情是真的 然後才跟著他們去高院 那也是你的貴人 對 我們三個那時候很好嘛 對 所以這些天才選手出現 然後就這樣殞落 我覺得他們就是臺灣社會的人才的血罩 我們的社會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對待這些選手跟人才 我真的覺得是環境 而不是所謂像日本人講說 臺灣人沒有魂 我覺得那個魂 我們要自己打造 我們自己臺灣魂 如果未來有看到這些像 這些極有天賦的選手 我很想要保護他們 就是我很希望說未來大谷翔平 那個位置是臺灣人 臺灣選手 然後我們穿的球衣是 不是大谷翔平 是可能是臺灣人的名字 對 球衣 站在那個舞臺 那你是怎麼走入棒球世界 因為我出生在太巴朗部落 太巴朗部落盛產很多職棒球員 那比方說王光輝 黃忠義 王光熙 陳毅信 哇 這個都大名鼎鼎 對 都很有名 那了不起的球員 對 然後他們家都離我 老家非常近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有加入校隊 我就去 常常會去他們家摸摸他們的獎牌 然後看他們家擺設那些照片 編額 然後或者是獎狀 或者是以前流行那紅布條 為國爭光之類的 對 我就會自己把他背上去這樣 因為我們在鄉下那個部落 他大門幾乎都是開的 他沒有鎖 越不庇護 對 然後像老大王光輝 他媽媽就就就把我當孫子 我就叫他阿嬤 阿嬤阿嬤 我可以進來嗎 他說你自己進去 你要不要喝水這樣子 然後我想他是自己的趙咖 這樣子 就走進去 就是常常會去他們家玩這樣子 因為季賽大概他都是十一月十二月他才會回來 季賽就三月打到十一月左右 所以他那時候在打職棒 那你那時候還是小學生 我還是小學生 然後我就不定期的回去他們家串門子這樣 對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真正真正是有觸動到我 打棒球這個心事 九二年巴塞隆納奧運 鷹牌 然後參與的就是黃宗毅跟王光熙 然後有一天他們從從臺北 他們一起回來 然後他們穿著球衣 然後坐火車 然後我們就在火車站迎接他們 我也不太記得是誰叫我們這樣子做的 就是但是全鄉的小學生幾乎都到了 然後全鄉的人也都到了 那個火車站 臺灣英雄 臺灣英雄 我們光復鄉的英雄 然後他們四位 然後就乘著擊捕車 然後這樣游鄉 游整個鄉 我們就在後面跟著跑 然後放鞭炮 然後還有 前面還有樂隊在催催催催樂打鼓這樣子 然後很好玩就是 因為那個鄉下家鄉太大了嘛 所以我們還要跟那個樂隊輪班 我們還要去幫他打鼓 他們休息這樣 這就很好玩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就 哇 這真的是英雄這樣子 然後他們穿著球衣 然後帶著那個銀牌的那個 那個那個牌子 銀牌的牌子 我就覺得哇 這有觸動到我 我想成為像他們這樣子的選手 另外一個王光輝對 崇拜 崇拜 對 然後他們拿著那個銀牌 然後最後最後最後是到他們的家嘛 吉普車就回家 然後他們就在家 我們就就圍著他們 聽他們講故事 聽他們講述在巴塞隆納 拿到銀牌的故事 聽他們在兄弟像打球 跟衛泉隆打架的故事 打群架 因為那時候其實很 龍象大戰嘛 就那個氣氛是很緊張的 他在講這些故事 然後聽王光輝說 他怎麼拿到第一個打擊獎 然後他也是史上 中華職棒史上 第一個拿到打擊獎的本土球員 對 所以就聽他講故事 然後我們就坐在地板上看著他 就是那種崇拜的眼神 就看著他 我說哇 有一天 我要成為他 對 然後我說王光輝好帥 其實他長得沒有很好看 他有一顆痣 對 但是他是萬人民 他的那個魅力 對 高於他的外表 對 就會覺得 哇 好帥喔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很想要加入防球隊 我也要成為 像他們這樣的選手